WOW 哈囉 大家好 情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繼續來拋一下我們的弟弟洞窟 那今天 我這一次應該是沒辦法打到就是很後面啦 但是之後的話 因為我這一次也是第一次體驗嘛 那 如果之後的關卡都是一樣的話呢 之後四似下的話 哲平還是會 就是努力給他打一下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最後打到就是比較後面 聽說也有人打到第99% 欸不是第99% 第99層 也就是最後一層 真的很厲害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要打的是我們這個第70層啦 來 走起 然後有人說 希望可以救這個黑五狗 但是我自己個人是 應該比較喜歡救宙斯吧 不過既然都有人許願了 那我們就救救他吧 看一下他能不能帶給我們就是比較高的一片天 然後這關 哇 這是我們的這個不死生物啊 然後有觀眾跟著名講說 這個系列好像是沒有古代種的 所以針對古代種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們應該是都可以直接拿來做一波使用了喔 好 沒事 那既然這邊的話呢 我們應該剩下四天 我覺得 應該可以來 來弄點什麼東西了喔 那個 冰精靈嗎 還是初號機 我們先來一個那個好了 先來個商吉爾夫 這個蠻扛的 然後 呃 這邊選一下不死敵人好了喔 不死生物 對他們有一些小能力的 應該都ok 啊我們這邊 我以為還有一顆蛋 沒了 沒有蛋了 那有沒有一些 能夠扛 扛住傷害的這個 這個吧 大哥 大哥&貓咪CC試試看 猴蟹沒了 然後時空女神 還是我們可以用這種就是 他們的小隻型態啊 沒有耶 他們小隻現在也超級無敵貴 哇 救命 他們小隻型態有點貴啊各位 那個用不 用不 用不了 用不了 哇 那就貓咪廣吧 反正他們這些 也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上場 我先把一隻大隻的都先弄出去喔 好 沒有問題 我看一下 反正我們這一次打到哪裡就算哪裡啊 這個也不著急 好不好 反正我們之後應該 還有蠻 還有蠻多機會可以就是 繼續挑戰 到時候一定會打到大家都膩了喔 反正 他每一次基本上一定都會有一些就是獎勵可以拿 所以就 繼續給他走起 你繼續給他走起 我先看一下我們是不是可以拿那顆蛋啊 我先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不是有那個嗎 來 神秘的蛋蛋 這個領出來是可以的吧 107 有沒有機會 幫一下好嗎 有嗎有嗎有機會嗎 就要幫一下 突然 增援了這個救星各位 突然來了一個救星 嘿嘿 水喔 有救星來了好不好 這是紫色外殼的N107 1沒有問題 生好生滿 喔他可以進化耶 他已經可以進化了耶 他是村長貓耶 我們最近是 以下是刷了蠻多這個素材的 應該是還算不錯的 喔沒關係 先把他變成蛋 待他初級了各位 就沒想到最後我居然 要炒了10顆蛋啊各位 我之前看到蛋都覺得 喔你這幹嘛 然後現在看到蛋 哇好開心這樣 這樣可不可以啊 桑基爾夫 不知道一隻夠不夠耶 因為裡面基本上是 還有墳墓跟那個 爆炸壓的 好啦不然 再放一隻能夠進化的好了 我怕那個爆炸壓太誇張 直接把我們給弄死 欸 那就 誰啊 星雲暴嗎 空地雷好了 走起好不好 來70層 但7層層基本上就是 會有一大堆被換掉的這個 哇來了 70層9是恐怖 而且這關還有這個鱷魚喔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鋼鐵鱷魚 來個 桑基爾夫先出擊 然後 疊更多的這個蛋跟小倩 來了來了來了 欸完了完了完了 這些好像沒辦法進化掉耶 欸可是他死了 我先努力叫出那個空軍 上基爾夫OK嗎 喔 上基爾夫不OK 鴨子怎麼還沒火啊 鴨子 喔來 活了 活了 有有有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這個空天雷 呃 拜託 哇 沒有很痛耶 國王 呵呵 因為空天雷他主要好像是 擊退效果比較多 對 喔 但是還是 進化掉了我們這邊的這個豬豬了喔 就看一下能不能趕快把這個墳墓也給他進化掉 不過他現在瘋狂在一直擊退我們的墳墓啦 也算是不錯 來 繼續擊退 繼續擊退 這邊應該是可以那個 再等個費用 再叫出下一隻上基爾夫 但在這之前可以出一個黑無垢 大家都這麼推了 希望可以救黑無垢 那我們就救 完全沒問題 依照觀眾要求 好 然後 4200的這個 上基爾夫 準備走起 GOGOGO 4200 走起 但這關其實最麻煩的是還有這些 就是鋼鐵的這個小敵人啦 好不好 所以 大家如果想要打快一點的話 如果你們還有一些能夠會心一擊的 可以帶一下也不錯 好 上基爾夫交給你了喔 交給你了 你怎麼好像被咬飛了 這邊我覺得開一個dejable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因為他們好像推不太了線 加速加速 各位 加速加速 大家說 以這個速度看起來應該是沒辦法看到 全隊都超級貓貓的 確實 不過我蠻想要看一下我們究竟 這樣慢慢一天一天打一點點的話 究竟可以打到第幾關欸 你們不會很好奇嗎 欸 為什麼我沒有挖到那個鴨鴨啊 什麼意思 而且為什麼剛剛不出現在瘋狂一直出 欸 這為什麼一直出 欸 不是 而且我們 你們看到一個關鍵點嗎 那墳墓 那墳墓沒有進化 我讓他活啦 各位 哭了都 沒關係 再叫一隻轟天雷 快進化掉 再一隻轟天雷 喔 沒有欸 我以為這一發這個 破洞就可以把他給弄死 又沒有 哇 重點是 後面還有鴨鴨 但我覺得現在鴨鴨應該都是直接被我們後面的這些角色直接 打到一個就是變骨頭了這樣子 我這關真的是目前來說 打過那個 七十隻 十大關裡面算是打最久的喔 他現在基本上就是 每十大關 都會有一個就是比較大的這個關卡 然後他會就是 換你超多角色 我記得上次一換就換了九隻 我直接哭笑不得 但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貓貓還有 還有兩百多隻欸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蠻多的 所以這個模式根本就是 為了哲平設計的嘛 好 釘掉了喔 不是 這坟墓到底什麼時候要被釘死啊 他剛不是都已經被打死了 他不要說我現在 又釘不死他喔 那很麻煩欸 他在被哪一隻角色打到快死啊 那我們現在 這個轟天雷 轟都轟不死 我的天 開砲可以了吧 也不行欸 他復活是復活滿血是不是啊 應該不是吧 等一下 他是不是又變骨頭了 喔沒有沒有 骨頭是那個豬豬 喔 終於 地下七十層 好不好各位 我們終於解決了 這關是我們那個 蠻麻煩的這個不死生物區啊 哇 nice 可以 只是不知道他會換掉誰 我一定要努力救我的那個大款搶貓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蛋蛋 突然 突然愛上蛋蛋了各位 當初還在賢他 現在瘋狂找他 來 七趴 喔 好險欸 我們可以救蛋蛋欸 沒有啦 還是救 黑五夠好了 不要鬧了 哇 異星的 這關也是有點麻煩了喔 再打個一關吧 異星有星星敵人欸 喔 我的天 異星戰士來也 你們是不是還沒有用那個 還沒有用自由貓神啊 還是用了 沙發用了欸 沙發神敗 然後破盾的 來一下好了 破盾仔 來 異星的 時空女神 這個吧 火精靈先拿一波好了 哇 可是我們這邊前面的這個稀有部隊全部都沒了欸 完蛋 哇 來了嗎 來了嗎 加歐了嗎 我覺得加歐搞不好可以喔 然後我們來 來了嗎 日版帳號的那種玩法 有沒有 來 哥吉拉了 直接拉到後面 你們都上去吧 欸 小小費用的 通通給我上去 真的欸 還有這個欸 社會的藝人 漫波魚 這隻還可以用 然後 賈拉米貓 我覺得下一把應該可以用 如果我們又被換掉的話 然後某某貓還有 然後這邊換人家稀有了 哥吉拉 準備好了沒 好了齁 好 好 出發 好不好 換一隻火精靈應該是可以吧 各位 來來 我們來看看喔 反正我們這邊還有帶加歐 是不是 哇 兩隻藍眼睛 應該難輸吧 總算還是輪到他了 各位 右手加歐 因為他也是可以量產的啦 好不好 他也是可以量產 走起 加油 走起 走起 右手加歐 然後小精靈 兩千 兩百四十 這關有大象啊 但有大象的話 我們這邊火精靈應該都可以破盾了 火精靈加油 破大盾 他好像沒破到耶 哇 哭了 有破到 喔 一破直接死 Nice 這關看來這個 加速是不用給他減緩的喔 直接輾過去 Nice 那個暴力火精靈喔 完全沒問題 各位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的話呢 打贏了這個70樓啦 那70樓的話 基本上有那個墳墓墓碑啦 其實最好的話還是派那個 蘇澳金那些會比較好 但是我想要再 留一點點小戰力 看一下能不能再 往下繼續刷一點點喔 好 那 今天我們又 不知不覺又離了一顆蛋出來 所以其實還算是蠻爽的喔 又離了一顆蛋啦 嘿 蛤 傢伙跟藍眼 都沒啦